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 双眼呆滞地玩着手机 酒足饭饱后 我约他一起步行回家 想问问他 为什么这样不开心 胖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你知道的 我当年高考失利 没有选择复读 现在的文凭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一回家 妈就在旁边唠叨 说些如果当初复读 现在就不会这样之类的话 我看着他懊悔不已的表情 拍了拍他的肩膀 劝他说 人生并没有什么如果 你不能总是活在过去 既然事已至此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忘掉过往的不愉快 努力面对眼前的人生 勇敢地走下去 很多时候 当我们遇到挫折时 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当初怎样怎样 现在就不是这般场景了 可时光无法倒流 没人能够改变过去 人生也没有所谓的如果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没有找工作上班 而是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 对着电脑吭吃吭吃的马字 打算以写字为生 一开始半点收入都没有 每天啃面包 当我这种糟糕的状况 传到亲戚耳朵里时 七大姑八大姨们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电话那头众人一边叹着气一边说 如果当初跟其他人一样 考个公务员该多好呀 现在就不会弄成这副模样了 如果大四的时候 找人帮你联系个工作就好了 听着这些丧气的话 我也怀疑起自己来 我问老爸 哎 我是不是错了 如果当初的我不这样坚持自己的选择 现在生活是否会更好 老爸听了我的话沉默了许久 缓缓地对我说 哪有什么如果 既然都过去了 就要往前看 选择了就别后悔 努力做好眼前的事 坚持走下去 才是对当初那个选择最好的答复 后来我听了老爸的话 不再想那些不找编辑的如果 不再懊悔过去 转而一心做好眼前的事 想着未来的生活 逐渐地工作越来越顺利 写文的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人生没有如果 命运不相信假设 人啊 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过去 往前看才是人生 几年前 表哥从上海辞职回家创业 当时重心几重 支持表哥的人占绝大多数 然而一年之后 表哥的事业还是无法盈利 当初那些说着赞美之词的人 也开始变着嘴脸质疑 嗨 如果当初没回来创业 老老实实在上海工作就好了 现在肯定赚很多钱 原本以为表哥听到这些话会生气 没想到他总是一笑了之 表哥说 人生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有那么多如果 那世界不乱套了吗 既然选择了眼前的路 就别总是怀念过往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不能总是活在如果里呀 又过了两年 表哥的事业终于有了迅猛的发展 那些当初说着如果没有创业的人 如今都沉默不语了 如果当初复读该多好 如果当初早点找工作就好了 如果当初没有辞职 现在一定过得安稳幸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每当我们的人生遇上挫折困难时 我们总会不由得懊悔过往的选择 心里不断回想着 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 如今的生活是否会更好 然而 生活永远没有如果 有的只是将来 你唯有把握好当下 才是对过往最好的答复 人生最可怕的并不是做错了选择 而是做出选择后 一味的懊悔于往昔 无法自拔 那样只会使你迷失于从前 始终很喜欢那句话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没有人能回到过去 唯有勇敢面对往后的人生 才是给予当初那个 义无反顾的自己 最好的礼物 愿你勇往直前 不纠结过去 不畏惧将来 好了 亲爱的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 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 让您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少一些后悔 多一些勇往直前 祝您晚安